欢迎各位观众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今天新闻开始呢 马上来看国民党中央朱立伦上任党主席之后 第一次主持中常会 是不是就把王金平给赢回来了呢 好 本来大家是这样想 结果呢 刚刚最新的一个发展呢 说还要再经过有考纪会来提议 来提案 那这是为了要给马云九一个面子吗 好 我们连线到这个国民党中央 请这个记者来给我们报道 好 主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上任后的 第一场中常会上面 刚刚在这个会中宣示了 对国民党未来的三大重要宣示 分别就是外界所关注的国民党党产问题 以及国民党智库 还有未来国民党组织改造的部分呢 他提出了三大重要宣示 来听听看朱立伦刚刚是怎么说的 那关于大家所重视的几项问题 第一 有关党产的问题 我将请王如玄律师 廖正景委员邀及专业公证人士 尽数重新检视 整理党产及财务的状况 第二 有关智库 我将请郝副主席召集 重建智库 发挥实时的功能 第三 有关于组织的部分 我请皇副主席敏慧 召集就本党的组织 进行重新的调整 以达内造化 自公化 以及战斗化的目标 好 朱立伦当任这个国民党党主席 第一场中场会上面呢 其实外界最关注的一项重点就是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诉讼案 到底要不要在今天撤销呢 其实今天中常委这个林隆德呢 他所带头提案的这个撤销党籍案呢 已经联署了二十多位中常委要来提案 而刚刚国民党立委卢嘉诚呢 他也带着四十五份的这个联署书 要来给朱主席表达这个党内呢 希望可以一致来撤销这个王金平党籍诉讼案 而外界预料呢 其实今天呢 在会内呢 朱立伦呢 也会针对这个朱立 那个王金平的党籍诉讼案呢 来做一个优先处理 因为朱立伦呢 他已经多次强调这个家和万事新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他在他第一场的中常会上面呢 外界也预料呢 这个马王政争呢 会由他手上来这个把它处理掉 以上就是国民党中央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镜头交换棚内 好 看样子呢 朱立伦还是会把这个案子给撤销掉 不过呢 给马总统 马主席留一个面子 所以现在呢 还要再通过一层一层的手续 有考机会来 好 那么另外一个现场呢 要来看的就是马总统本人呢 他今天就没有到中常会去了 主要呢 他要当这个荣誉党主席 他也不愿意 好 那他到哪里呢 到桃园新屋保龄球馆恶火所夺取 六名打火弟兄的生命的这个现场的灵堂 好 这是刚刚他抵达殡仪馆去吊宴的情况 他慰问家属 整个场面实在是非常的安心 那么一下子呢 夺走了六位宝贵打火弟兄的生命 令这个台湾社会大家都非常的不忍 那么总统呢也在下午的时候来到殡仪馆 由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同来慰问家属们 好 另外来看天气冷嗖嗖 烧酒机加母鸭的业者呢 这些生意抢抢棍 结果呢 你看呢 就在高雄有一名六十多岁的男子 吃完烧酒机之后 他醉醺醺的 结果呢摔车跌倒了 云警到场酒策的时候 他还戒酒 装风不配合 说自己也当过警察 在那边攀关系 结果呢 扮演来看 鸡肉快下锅大火快炒 再加入米酒调味 烧酒机胖贡贡贡贡贡贡 冬天就爱来这一味 冬天一名六十多岁 男子跟朋友聚餐吃烧酒机 醉醺醺汹 骑车返家途中摔车跌倒 云警到场发现他只有轻伤 但浑身酒味正要进行酒测 男子怎样救世不肯配合 拖拖拉拉一会说 不知道怎么吹 要不然就是寒柱管子不吹气 最后男子还想攀关系 对云警叫声学长 原警好说歹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 男子总算配合吹气测试 测出酒精浓度高达1.34 是标准值得五倍多 问到他的学历 他只是应该国小毕业而已 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警方 警方也事后调查车祸现场 发现没有擦撞痕迹 怀疑男子酒驾雷传早理由 最后将他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也提醒民众吃含酒精补品 最好搭车回家 以免酒驾害人又害己 三立新闻王书宏 许世良高雄采访不到 好 自己的脾气真的要管控一下 再来看这是屏东的这一名壮汉 他跟老婆吵架 居然是父亲离家 抱着只有四个月大的孩子 做事要去撞墙寻短 那么幸好家人跟这个警方 及时赶到 双方还一阵混乱拉扯 来救下孩子 带您知己 穿着白色上衣的壮汉 情绪激动 怀中抱着才四个月大的男婴 直往墙壁退 说什么都不让大家靠近小孩 把大家挤死了 因为小男婴哪受得了 这样大力摇晃 你们叫我孩子 你们叫我孩子 挥舞的壮汉跟老婆吵架后 父亲离家 结果带着孩子企图撞墙寻短 由于身高180 体重120公斤 很有分量 警察家属 就连旁边种田的居民也加入 全面夹工抢孩子 你推我挤 混乱中孩子的妈妈 趁夕抱到孩子 吓得三步并两步离开 还不时回头看 就怕老公追上来 孩子没了 壮汉更失控 意图冲上前 要找孩子 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阻挡 结果双双栽进田里面 搞得大家全身都是泥巴 约了这名男子 常跟老婆吵架 结果这次居然意气又是 抱着墙堡中的儿子 离家一公里扬言寻短 还好被家人发现 警方及时阻止 才没有发生悲剧 三星文张晃铭 评论报导 好 先插播一个最新的意外消息 基隆市的东市街 在刚刚发生 有地下到湘涵 整个气暴的意外 那么原来这是公务局 委托外包商 进行基辅公路的地下清理工程 那么疑似是因为湘涵 里头蓄积有大量的沼气 那么施工的时候 不慎引发了气暴 造成有三名工人送衣 其中有一个人生命垂危 现在正在抢救当中 不过呢 包商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没有报警 而是私自去送衣 相关单位 现在要追究包商的公安责任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最新消息 另外来看呢 这个街头上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恶哨 新北市有两名少年 他们只是呢 在路边怀疑说 那些街友后 给卖岔还打电话报警 所以很不爽 就两度拿这个甩棍 木鱼跟安全帽 去报打街友 而且呢 还拍影片 把他PO上网 在炫耀 网友就把这两个少年的身份 给肉搜出来 其中一名17岁的沈姓少年 刚刚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到派出所说明 而且痛哭道歉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很对不起 那会给你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 我一定会想会跟他道歉 我真的很对不起他 对不起 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次纪念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平生会大众再给我一次纪念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这位沈姓少年哭着跟警方说 打街友的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 他跟林姓少年约在公园聊天 突然听到有人大骂说 卖岔了 认为就是在骂他们 所以才奋而用安全帽甩棍来通欧街友 但现在说他们很后悔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他们 不过这夺走六条宝贵的 这个打火弟兄生命的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去把它追清楚 好来看 就是桃园新屋宝林球馆 造成六死的意外 外界有很大的质疑声浪说 为什么火这么大 它就是一个铁皮屋 然后人都已经救出来了 你消防弟兄 你还要指派他进去呢 好 当时担任指挥官的新屋分队长 汤嘉兴就出面来说明 说因为报案的时候 那么报案电话说 有人受困 那消防人员当然要进到火场去 来厘清到底还有没有人受困 而且就算人平安出来了 也要灭火 那个局限火势 避免再延烧到旁边的民宅 好这样的质疑声浪了 更有资深消防员听了很生气 说难道消防员是无脑吗 请外界不要这样侮辱 打火弟兄 不过大家要追的就是说 到底这个时候 那么分队长是不是有赶快 叫他们撤退呢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他们当时的无线电的这个通联出来了 那么赶快可以看到呢 一直呼叫 赶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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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八次 那你来听 那当下的话 这个因为我觉得市令紧急 所以我已经无线电持续喊了 将近两三分钟 那现场通联都收到 整理好情绪 火灾后首次面对镜头 他是保龄球馆六死火警 第一时间指挥官 面对质疑声浪 火这么大 为何要硬闯 一句话 这就是打火弟兄的天职 我们接后这个报案 就是有人员受困的情形 但是我们的任务 在我们火场抢救部分 还是要做于人命的收救 以及那个现场的抢救作为 基层打火弟兄质疑 当时无线电喊撤退 水线被停水 消防人员摸着扁掉的水袋撤退 跟媒体民众说都是意外 消防单位公布当天无线电 对话记录 从凌晨两点五十一分 到两点五十五分 短短四分钟时间 连喊了八次撤退 2点五十五分 听到无线电喊救命 凌晨三点屋顶塌陷 六名消防队员命丧火场 时间续来看撤退不及 酿成悲剧 我觉得网路上那个发言 那是很不公平 难道指挥官无能 我们无脑吗 指挥官叫我们送死 我们就会送死吗 对对对 那这样是侮辱我们 也侮辱我们六位同仁 资深消防员跳出来 抱不平 毕竟打火工作 水里来火里去 大火无情 要面对的状况 瞬息万变 这样的悲剧 没有人希望再次发生 三立新闻张玉姐 刘禀家王韵竹 桃园报道 好对于打火弟兄呢 倒是郭台铭说呢 他要照顾这个死者的孩子 那么郭台铭本身呢 他今天大家瞩目的 就是他对台北市长 柯文哲 所下的最后通牒 48小时到今天早上8点钟 已经到齐了 柯文哲之前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没缺你钱 我没收你钱 我是在缺你 我干嘛要让你下通牒呢 好所以呢 现在反而郭董 今天变得非常的低调 不过呢 为了这样的一个台北秋夜园 三创数位园区 那么现实来回应 这个时间已经到 今天有业者又爆料说 在三创园区 后方的那个大楼地下室呢 有一个叫三创数位 影音制作中心办公室 疑似根本没有引力登记 而且说郭台铭的儿子 郭守正还常常跑到那里去开会耶 真的吗 下午的时候 官员就到现场去大突击了 带你来看 猛敲门就是没人回应 这间地下室 是鸿海三创数位影音中心 不仅三创负责人 郭守正经常到着开会 甚至招人投诉检举违法使用 贴上郭台铭广告 反奉鸿海集团应该出来讲清楚 因为民众向议员检举 这间公司没有营业登记 消防安检恐怕都是问题 如果真的没问题 为何拉下铁门拒绝追查 更吊诡的是找来建管处 官员不是一再拖延 就是声称带错图 据了解这间三创数位影音部 主要负责未来一整栋三创园区 五楼的影音事业部 以及十二楼的展演 除了产品销售 还有影音制作 甚至展演平台全都包 背后还有鸿海集团当靠山 其他规模较小的业者很吃味 2013年1月初 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亲自出席上梁仪式 不料现在风波不断 连藏在背后的小地下室都被抓出来 瘫在阳光下 三地西红城 吴方陈瑞 台北参访到 好 大说今天晚上好戏登场 为什么呢 赵腾雄跟柯文哲 两个人要面对面来谈判了 好 这是为了大巨蛋的争议 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在晚间八点半 将会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面决战 那么柯文哲呢 他可以说是完全有备而来 他就讲说我们双方要上谈判桌了 今天是把赵腾雄叫来市政府 打开这回来供 然后呢 要讲些什么呢 柯文哲的有备而来 就是针对监察院 早就对大巨蛋所提出的纠正 有39个为师 他要问赵腾雄 那你这39个为师 你做到了什么呢 好 如果这个前朝政府 针对这个为师 也没有要你做些什么 哇 那这也是呢 公务人员恐怕有违法的问题吧 好 另外呢 就是有关这个两度延宕 你罚太亲 还有你合约那么多的争议 你是不是要做补证 以及本来你12月28号要完工的 你都跳票了 好 这些呢 就看远雄的赵腾雄 如何来接招了 那么今天会陪同柯文哲的 还包括了副市长邓家基 市政顾问洪志坤等人 带你来看 今天晚上八点半 就把赵天雄叫来市政府 直接谈了 用教的要把赵董叫到市府来单挑 柯文哲口气只狠预告 赵柯会开战 剑拔奴章 大罪弹这株烫手山芋 39项为师 成了柯市府最大筹码 有信心把财团逼上谈判桌 柯赵会先就账 双双态度强硬备战 柯市府除了柯文哲亲自坐证外 派出副市长邓家基 法务局长 还有市府顾问洪志坤 张艺善 远修董座赵藤雄也将率领财务 法务营造等一级主管 针对2009年监察院对大巨蛋 提出了39项纠正案 以及合约中的罚款问题 一项一项盘点讲清楚 远修怒杠北市府成为五大开发案中 第一枪前朝留下的争议 柯文哲上任一个月内打掉重练 对财团挥手术刀 一点都不手软 三连新闻林文傅雅琴台北报道 好就是论事绝不手软 那么受争议的大巨蛋 然后留下宽度20米的地下连通道 不会有商业设施 而且金贝也能够从3.5亿缩成 只剩下一半 好就升级了 那么柯文哲在意的还有 包括大巨蛋工程延后 你违约金 你从10万降到5万 那么扣法上线最多300万 总计39项通通是不合理 今天晚上柯文哲都要跟赵腾雄 一一的讨回来 今天这边开一个20公尺的一个口 然后直接就上来 抢在和远雄界面前 捷运局公布最具争议的 大巨蛋连通道 柯文哲先生夺人 直接删除160公尺设计 差别在哪 原先远雄版本宽度有80公尺 扣掉办公室机房厕所 剩下66公尺 但用来疏散的通道 仅仅26公尺 40公尺要坐商店街 但现在柯文哲通通不要 只留下20公尺通道 强调新建经费 可从3.5亿缩减一大半 15分钟可疏散超过7000人 把几手地下连通道解决后 远雄39项缺失 柯文哲要一一补证 2014年就要完工的大巨蛋 可以看到现场还有工人 在加紧赶工期望能够赶上世大运 但合约争议还没完 违约金从10万降到5万要删 扣罚上线最多300万 不合理罚太少也要删 另外市府也要重新拿回监督权利 感谢各位工作同源 原本远雄做到这 如果不盖了任意终止合约 包括主体商业设施 从无床移转给市府 到建价移转 也让柯文哲超在意 39项不平等条约 柯文哲透过跟远雄会面 一项项讨回来 3D新闻 全域有凯如台北采访报道 而今天另外一个现场备受瞩目呢 就是朱立伦 他在当选党魁之后 第一次主持的中常会 是不是立刻就把王金平 给赢回来了呢 哇 结果呢 不是这么马上 似乎要给马主席也留个面子 好 我们来看下午的这一场 中常会呢 朱立伦明确做了三大宣誓 包括呢 未来党的改革要朝内造化 然后制工化 以及战斗化 这三大目标 至于王金平的党籍诉讼案 最新的发展叫做战缓 好 下个礼拜 中常会呢 说再由新任的考机会主委 黄昭顺 来提出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 那么不少中常委 跟国民党立委 也都送上了连述书 来表达希望 就是呢 对王金平的党籍撤销 这个呢 就把它给撤销掉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是连述书 好 回来我们来看 所以朱立伦呢 他是不是呢 就是稍微用和缓的方式 要把王金平给迎回来 同时也给马总统了一个面子 接下来他们两个 可能会有一个结盟哦 现在也来看 背负着党产的朱立伦 事实上举步维艰 等待朱立伦第一场 国民党中常会 民间团体场外 开演行动剧 要朱主席大刀阔斧 处理党产 朱立伦听见了 新上任第一步 准备好先脱掉万恶魔戒 党产的问题 我将请王儒璇律师 廖正锦委员 邀及专业公正人士 尽速 重新检视 整理党产 及财务的状况 包括党产智库 组织改造 朱立伦要一次整顿 不过国民党员 最关心 王金平党籍案诉讼 原本预料朱立伦会 快刀斩乱麻 结果为了兼顾程序正义 最快要等到下个礼拜 内部才是尽快的完成 我们内部相关组织的修订 当然重点就是 考纪会成立 有民意基础的这一块 那么这块修订之后 我们就尽快处理 立委卢嘉诚特地送来45份栏位 联署书判 随着新主席上任 马王政争画下据点 加上二十几位中常委 也已经连述 要求主席最速处理 重心拱诸下 朱立伦宣誓改革决心 表情始终淡定 保持微笑 国民党未来 朱王熙手 从首场中场会 已经看得见缩影 3D新闻联罚 请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我们的独家消息 接下来两位 就是朱立伦跟王金平 恐怕就要开始结盟了 朱立伦一再宣称 自己是不想选总统的 但是传出了 立法院长王金平 将会在农历年前后 来宣布参选2016的总统 那么今天党内立委 听到之后都说 如果是王金平出来后 东人席A咖中的A咖 而且朱立伦挺王金平的 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为从党籍案 以及有望来处理 下个礼拜就会处理了 加上现在呢 党务系统纷纷 是由立法院的人马进驻 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是卢秀燕跟黄昭顺 都是立委 而且考纪会 就有关王金平案子的 要负责的也是黄昭顺 他就是挺王的立法委员 好 看得出来 朱立伦接下来 可能就是会跟王金平结盟 来看我们的杜交报道 我讲说还是尊重嘛 尊重他们所处理的结果嘛 那一切都是身体自然嘛 一样这句老话 但王金平头上的乌云 早就随着马主席下台散开了 当机诉讼案有望撤销 现在还传出 他会在农历年前后宣布选总统 朱立伦主席也当过立法委员 王金平的高度往往让蓝的称赞 绿的福气几乎没有敌人 马王斗之后随着对手 马总统的势力慢慢消气 王金平脚步沉稳 让他占上风 就连国民党改朝换代 党秘书长李四川也跟他交好 而且副秘书长卢秀燕 黄昭顺都是来自 王金平的立院系统 频繁党籍案最重要的考纪会 也由高雄挺王派立委 黄昭顺来兼任 王院长也是很得众望嘛 也是蛮比较那个 那个本土派的一些 一些人都会支持他嘛 所以其实也不错了 朱立伦与其选总统 更关心谁出来选 但其实由谁出来选 再再牵动自己的政治生命 如果和党内声望高的 王金平结盟 就算2016输掉牺牲打 卡位2020也是名正言顺 像王金平院长这样 愿意出来跳这个重当 他当然是很高兴 而且乐观其成嘛 因为如果到时候 党内没有人愿意出来 选这一局 认为说那可能是很难选 或是躺温水的话 那最后的重则 大概会落在朱立伦 主席的身上啊 传言盛宵尘上 王金平究竟会不会展开一场 亡者复仇 农历年后见证章 三新闻 陈家好 白乔英台北 从不到 这是亡者复仇机 然后马总统本人呢 哇他倒是差点休克 他是我们的元首 这个事情大条啊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去年11月15号 他参加慈善路跑 结果在冲刺要抵达终点的时候 他身体极度的不舒服 那么马英九当时呢 几乎是没有办法站立 我们来看一下 他表情非常的痛苦 就这样停在这里 那么周刊就报道说 总统那个时候差点休克 而且还使用了氧气罩 才让身体舒缓一点 最后总统医疗小组建议说 总统你终身不得在跑步了 好 但是呢 对周刊这样的报道 总统府今天说 当天只是暖身不足而已 才造成不舒服 绝对没有休克 就是去年11月15号 马总统参加慈善路跑 意外被外籍人士Patrick Johnson 拿自拍棒捕捉的画面 跑步时看不出异状 不过就在抵达终点后 却差点扑街摔倒 慢动作看一次 马总统整个人往前倾倒 几乎就要趴在地上 索性一旁随护眼尖 立即上前搀扶 架住险先摔倒的马总统 但就算被大批随护围住 还是看得出气喘吁吁 呼吸急促 周刊还报道 当天一行人往前走了十几步 人不见恢复正常 回到官邸后 医疗小组拿出氧气罩 协助呼吸 才让情况好转 最后建议 马总统不能再跑步 这希望他保重身体 快走膝盖 比较能够受到保护 究竟上了年纪 这个膝盖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 总统爱跑步 现在却惊传路跑险休克 吓坏不少人 据了解当天总统 是参加五公里路跑 从爱国西路 金公园路 再绕中正纪念堂一圈 算是小事身手 不过却因为热身不足 导致腿软 马总统当天起跑前 暖身不足 运动时造成腰部和腿部不适 但绝无所谓休克 跌倒等情况 总统至今仍保持 每日晨跑之习惯 辅方否认被医师 下了进跑令 还说当天稍作休息 就照既定行程 去了宜兰 澎湖 台北帮忙复选 过去拥交嘛 现在成了软交嘛 看来就算是总统 年纪到了 也不得不服劳 三立选师赵周秀好 台北报道 好 马英九的时代 真的要过去了 有趣的就是今天呢 民进党的中常会呢 有一个主题 就是针对党场而来 而且今天就是朱立伦 那么主持 他的中常会的第一次 好 蔡英文的出招呢 就是在中常会上 邀请对国民党党产 研究已经20年的 前监察委员黄汪雄 来这里报告 而且呢 再结合立法院 修政党法来开辟战场 最后再跟公民团体来合作 要逼国民党 把党产给吐出来 好 这个英伦过招的第一回合 就从党产大战开始揭幕 率领党员为桃源行务 受难消防队员默哀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要大家痛定思痛 更要国民党下定决心 不当党产全吐出来 党产应该终结 党产到底多少 好像没有人讲清楚 好像任何人讲 大家也不相信 国民党的不透明 党产不透明 是有跟别人关系 眼看朱立伦才坐上 国民党主席位子三天 蔡英文立刻发出追讨令 先是中常会上 找来研究国民党产 20年的前监察委员黄黄雄 进行报告 再配合立院开辟战场 上回蓝英主动把政党法 排入委员会 结果虚晃一招 下个会期 渴望逐条审查 成为绿营 逼国民党党产归零的主战场 最后还要再结合公民团体 由有号召性的公民组合 接力办活动 利用舆论压力 让朱立伦不得不回应民意 英伦过招第一回合 蓝绿党产大战 从摩接三部曲 拉开序幕 三天新闻女正道立批 配表报道 而另外一个最新的发展呢 是国民党立委呢 把台南地检署的 这个预算给冻结了 这怎么回事呢 好 因为南检呢 他们正在侦办台南市议长会选案 结果呢 国民党立委就要秋后算账吗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他们在脸书上 PO上了预算书 点名的是 国民党立委吕学章 好 就说是吕学章 他冻结了南检 还有平检的预算 那么绿营立委 套轰隆隆 执意这背后动机不单纯 说根本就是报复行为 一个因为在办议长 一个办了国民党的 地方党部的主委 所以你们就报复吗 提高音量表达不满 绿营立委蔡奇昌 拿出后购一叠中央预算书 直指国民党委员 要求在野党撤销冻结预算 唯独和自己有关的例外 蔡奇昌委员用荒谬来形容国民党 另外一名委员林淑芬 则是直接把预算书公诸于事 内容写着 台南地检署检查业务经费 全数冻结 提案人就是国民党籍的立委 吕学章 他认为这背后的阴谋 除了不满南检查 议长会选案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是揭发鼎心的真面目 因而报仇 法务部对各个地检署的预算 其实都护航的 都都蛮用力的 可是当国民党党团 特别叫这两个地检署要出来 上任让国民党叫林池 这两个地检署 公正的方式来复理的话 那我们当然预算就给他啦 吕石章点出 不管是南检和屏东地检署 在办案的时候 疑似有不当的政治力介入 影响公正办案 所以才会提交冻结预算书 并不是删除预算 台南和屏东地检署的检查业务经费 到底会不会冻结 蓝绿各有立场 风火连天 口水混战 每一个结果 最无辜的恐怕是司法单位 三星五南部 纵后报导 再来看这101前面爱国同心会又打人了 这可怎么办 要问台北市长柯文哲咯 好柯文哲呢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记者就赶快问 而且是民众先问的 说 哎 企定啊 爱国同心会 又在101头前 那柯文哲就立刻搬起脸孔 提高声调问说 那现在的信义分局长是谁啊 叫他来报告 那么根据了解 虽然信义分局长李德威 已经申请退休获准 但是人令要到2月1号才会生效 所以李德威还是得硬着头皮 来跟市长柯文哲报告哦 毕竟哇 你看这他说是谁啊 哇 这又是打人的情况了 而另外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准备好要采买年货了吗 那么提醒大家 今年的年货大街只有14天 比去年缩短了4天 因此有很多的摊商就叫苦连天 担心是没有办法回本 特别是往年的年货大街 都选在礼拜六开跑 今年呢 却选在礼拜三上班日 就今天 摊商就大叹说 那哪有人潮啊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不少店家担心摊商抢走生意 希望台北市政府缩短档期 电话街商圈呢 还跟柯市长喊话说 市长啊 没有拜托的你也到行中 来发红包 这样可以帮忙拉台买起 刺绣山羊金光闪闪 还有一整串吉祥福袋 过年调试摆满桌 这里还有 起码要一个半月两个月前就要准备好 新年用的几乎没少 江先生在年货大街摆摊六年 每年砸十万进货 加上摊位租金 成本至少三十万 听到今年年货大街少四天 他很傻眼 一月三十一号是最好的 但是今年 今年是到二月四号 才开始 年货大街向后挪 北市府定调 选在上班日开跑 摊商担心拖垮人潮 档期一口气少四天 少赚一到两成 你还是一定要一定的天数 我们才会有回本 店家却不这么想 担心摊商堵住门口 影响自家生意 低话商家集体要求缩短档期 毕竟调查发现 台湾人拜年货 高达七成五最爱卖场 传统商圈客源遭到瓜分 剩下不到三成 柯市长能来 在我这边花个红包 这都买它的基本 基本的啊 几望柯市长拉台买器 毕竟这两年逛得多 买得少 年货大街不好赚 店家和摊商 上演抢客肉搏债 就连档期长短 也得斤斤计较 三立新闻 马教范馨宇台北参谱 恐怖的来了 只是中国又发生 砍下人头 把人头提着走的事件 这在陕西延安市的一栋商场 下午一点左右 有一名男子突然挥刀乱砍 当场就酿成了死伤 那么画面上呢 这个就是在延安市区的 东关盛大国际商场 正当民众在商场内逛街的时候 三楼金船砍人事件 那么根据现场目击人士描述 至少有三个人被一位男子 挥刀乱砍 其中呢 凶手啊 把这个其中一位的受害者的头部 给割下来 然后提着到处走 这样的一个残忍画面 真的是吓坏了现场 所有的民众 大家拔腿逃出商场 那么当时现场的附近 还聚集许多围观者 挤爆临近几条街道 现在大陆警方控制住命案的现场 但刑犯杀人的具体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好 人物消息呢 来看综艺天王朱格亮 他又有贺碎片了 那么这回呢 除了发挥搞笑功力之外 还被演员林心如给弄哭了哟 带你来看 女儿林心如先上车后补票 吓坏老爸竹格亮 贺碎片大喜临门 诸事幽默再罚工 亲家我们来了 站住 如果没来这堆兜 想救命就来这人 你来啦 做不做我这事事的 部门女婿李东学 看亲家同样不顺眼 竹格亮剧中大发飙 跟媒婆林美秀 还有亲家母下衣 频频斗嘴吵不完 就是舍不得女儿嫁人 高笑程度破表 诸葛亮展现实力派演技 还透露剧中这场 林心如出嫁前 替自己打领带的告别戏 最让她印象深刻 我把书婚交给你了 你决定要好好爱她 用大拇指小心翼翼 擦掉林心如脸颊泪水 但才听到她 轻轻喊出一声霸 本来不想哭 都被她情绪感染 让诸葛亮当场掉下男儿泪 妇女对戏一次OK 诸葛亮之后还不停猛夸 林心如演技好到吓死人 连自己看到电影初剪 泪水都不停使范 大喜临门有笑有泪 更让观众见识到 综艺天王的演艺本领 相信我叫我小脸 在台北纵不得 好 这是每年都有的 搞笑贺岁片 至于另类的 我们来看有六个素人 正妹在网络世界 三天之内缔造了 13万的浏览率 他们是仿造电影饥饿游戏 那么网友呢 透过网络来监看 这些正妹的生活 如果满意他们的表现呢 就能够捐助实体的物资 那么设定主题 让他们下厨来做菜 不过六个人要撑七天 吃喝睡都摊在镜头前 有的哭有的笑 还有很多呢 就是这个没有洗澡 洗用品等等啊 好多好多问题 那到底什么情况 带你来看 小乖不好意思 等一下哦 我们想要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嫁 正妹温婷网络直播秀厨艺 这回要做的是欧姆蛋 不过 我的欧姆蛋好了啊 我就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啊 你看起司在这里 直播现场大公开 正妹有点出城 没关系 还是让网友觉得 亚莎西大说可以嫁人了 不过他们做菜用的鸡蛋起司 可都是网友木来的 完成 不惜摆出搞怪动作 18岁的小乖是地狱厨房最年轻参赛者 他们的起居也大公开 下午三点多明明是上班时刻 网友却忙里偷闲 看VIA跳舞 打发时间 正妹爷爷和网友一起在网路世界 飙哥超级放得开 不过他们都在等网友送物资来 饿了就拿煮咖喱剩下的苹果冲击缺的还很多 因为我三天没有洗澡刷牙了 好臭哦 让我即知道那个卫浴用品的那个 不只怪洗用品很缺 正妹说真的是走投无路 烘热实镜秀一举一动 就连睡觉都有人看 七天实镜秀进行到第三天 已经吸引13万人次收看 对象遍及海内外 实际上大陆地区我们这次有联播 热烈的程度比我想象中还要热烈 因为包含就是说 网友会守夜 就是晚上三点多会自己自动排班 说好那现在我要留下来 正妹下厨实镜秀 争取五万元元梦基金 还要争取电玩主持人合约 六抢一路使谁手 就看网友最挺谁 三天之后黄玉峰许慧美台北同导 好这是年轻正妹的新尝试 但接下来这个可不能尝试 是有关毒品的问题 而且就在柯文哲的核心幕僚里头 有人吸毒 天哪有这样的消息 今天所传出来的 在他的团队里头藏着毒虫吗 好柯文哲的核心幕僚说呢 这个被爆料说购买吸食一级毒品 而且呢有一次 这个他呢就是 他经常就是到蔡信友人的办公室 就请他去帮忙拿毒品 然后抠药头来 然后有一次呢他去演讲的时候 就说这个核心幕僚去演讲的时候 突然呢他就整个表情呆滞 讲话呢还变成大舌头 让主办单位都觉得很意外 说你怎么了 怎么说话都不清策呢 好就说这个人在吸毒 好了就问一下柯文哲咯 这个柯文哲一听到这个消息呢 重申 他讲话就是很硬 他说什么 不要听说了 如果有就查 该抓就抓 该关就关啊 就看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长邱风光 这个怎么来做咯 带你来听 我是刚刚目的要夸 我拉到旁边说媒体要问这个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事情非得把柯文哲 拉到一旁摇耳朵 媒体报道就是说 好像这个市府团队里面 有核心的成员 好像有吸毒的情况 我想是这样啦 不要听说嘛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那该怎么处理 我们都怎么处理 第一时间要大家别以而传而 柯文哲团队爆出有人吸毒 而且还是柯文哲的重要核心幕僚 根据了解 这位幕僚之前受邀演讲 不仅上台表情呆滞 讲话大舌头词不达意 荒腔走板的表现 让主办单位大感意外 因此才传出这位幕僚 有吸食大麻 跟一级毒品的习惯 该开除就开除 该抓的抓该关的关 是这样啊 柯文哲代理回应 但之前曾经宣誓 当医师的最痛恨的就是毒品 稍当八大行业就从查毒开始 如今团队卷入风波 蒙上黑影 没人对号入座 这个态度很清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应该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整顿社会治安第一步 从彻查毒品开始 但柯文哲恐怕万万没想到 如今要先查的 竟然会是自己人 三菱杰 jo 女智道理品 太北部导 好身边的人该查就查 一切合法就对了 然后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是向父母亲借了一千万元 买房子 使得柯爸爸被 国税局给查税 那么现在最新的发展 就是他们要补税 补三万一千两百块钱 那么柯妈妈 很无奈的说 收到单子当然就会去补缴了 但也呼吁政府不应该直查 他们家的税 要一切都公平才可以 不过我们对比选前 他的对手连胜文 还有马总统 他们也都曾经被检举 可是国税局就是没什么动作 外界执意说 这就是叫做政治力介入 不过今天财政部长张世和就反驳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在查呢 但也来听 一周前因为查税风波 柯爸 柯妈五六本存折 统统翻出来 国税局展现最高效率 结果出炉 国税局认定柯爸爸借给柯文哲 一千万买房是事实 两年来向柯文哲收了 二十五万元利息 因并入综所税利息所得 以税率百分之十二来算 柯爸需补缴三万一千两百元 摸摸鼻子该补缴就补缴 但柯妈妈吞不下去的是儿子才当选 马上被查税 针对性十足 不断跳针不回答 财政部长张胜和不愿让柯爸爸被查税 再成交点 偏偏选前柯文哲对手连胜文 也被多次检举 甚至开跑车驻地保 名下却没有任何房产 难道通通不用查 财政部证实检举连胜文逃税件数 高达八九百件 马总统也有六件 补缴税的却只有柯爸爸立委炮轰 是对大人物刻意放水 你怎么知道没查 都在查只是不能透露 没有必要对某一个个人特别好 某一个个人特别不好 何况那个人又没有当选 这个人又当选 你怎么会这样质疑呢 这个没有道理的事 张胜和动怒反驳 强调查税没有政治力介入 只不过柯爸以补缴税签结 依法缴三万元事小 就怕逃税大户永远轻轻放下 三地新闻赵浩宇 黄大夫 黄赵伟一台报道 好 我再来看这个事情 可能我呢很陷阱哦 怎么会台北一日游要开四千万 南投县政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大金库吗 好 这是民众上县政府的官网 去查询102年度民间团体补助的明细表 结果发现县府补助给南投公务员协会的 台北一日游竟然就补助了四千万 哇 四千万去一天没过没哦 好 换算下来我们看一下 191个公务员去 然后一个人就二十万了 去台北算一天二十万 这根本是最过分的 好 那么担任南投公务人员协会会长 同样也是观光处长的王元忠 他就澄清说 这项明细表的计价单位是千元 那主计人员误值了 所以就多起了三个零 说实际补助呢 只有四万了 不是这么多了 好 还反骂网友说 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尝试呢 说想也不知道花这么多钱 可是自己写成这么多的呀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带你来看 总统府市林官邸 故宫博物院 这些景点是中南部民众 来到台北必游的观光景点之一 但南投县公务人员协会成员 来到这些景点游玩 将花掉国库四千万 民众登陆县府官网查询 一百零二年度 民间团体补助明细表 却发现补助给公务人员协会 竟然高达四千万元 协会里监视记录写下 台北一日游参观总统府 市林官邸参加人数一百九十一人 会讯下来 一人一天行程 就要花掉国库二十万元 而会议主席 就是南投光处长王元忠 常到是主计处人员高乌龙 如果现在年轻人判断 他对一般的逻辑 一般的尝试判断有问题 那这些年轻人 他将来在社会上的 竞争能力会很重 批评PO网友 逻辑判断有问题 官处长王元忠 同样也是南投公务人员协会会长 私协医生考上公务员 与前县长李朝青 县任县长林明珍 关系匪浅 不出款发给自家人 民众难以接受 南投县本来就很穷 县市啊对不对 那你现在还要这个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正常的啊 因为他们常常 那么多钱 那么多乱花 政府现在目前的财政 都非常的困难 社团啊 如果有来顺钱 你不给他们 协助一些活动建会 他们会有厌言 纯的这瓶雄县是南投县榜上有名 根据行政院主记处公布的103年各级政府公共债务统计表 南投县负债排名第五名 金额高达169亿 平均一名县名就要替政府背在三万两千八百六十元 深圳府财政吃紧 虽然公务员协会隶属于民间团体 申请补助不是问题 只是以历史巡礼申请补助 难免让人多做联想 而恶劣的来看这两名恶少在狠K街友 两名少年说纯粹无聊好玩 三斤半夜呢 就拿着这个安全帽跟甩棍 来到台北中和四 新北市的中和四号公园 那么朝着老街友 这边一阵的狂欧痛扁 可怜的老街友就这样子哦 被打到射缩在角落里头 拼命的求饶拜托 好这个画面一po上网 立刻被网友大肆塌伐跟肉搜 那么警方传唤之下 今天下午有一位省性少年 他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在镜头前 他弯腰赔罪了 说希望老街友可以原谅他们 恶劣的行径 教你们可以给我自己留的东西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流着眼泪不断道歉 全因为行径太恶劣 三斤半夜 省性少年和同学 出现在新北市中和四号公园 看到前方蒙着棉被睡觉的街友 竟拿起手上安全帽 对他一阵狂殴痛点 73岁的料姓老街友 痛到缩在角落不断哀嚎 恳求他们放他一马 没想到少年根本杀红眼一般 还拿出甩棍 瞧他连续猛力重击 负责录影的灵性少年 最后拿起旁边腾椅 往手无寸铁的街友身上砸 两个人在过程中还不断发出笑声 人血无情的画面 一po网立刻引发网友群情激愤 誓言要找到他们 就怕事情闹大 犯性少年除你认错 但对于打人行径 竟然变称只是闹闹街友 少年相当懊悔 曾经回到公园 寻找料姓街友踪影 试图亲子道歉 但老街友早就吓到搬离公园 尽管事后警方依设违法 将两少年寒送罚办 只是看看这样恶劣的行为 再多的道歉 似乎都已经于事无补 三地新闻吴杰晨 赖先生新北市报道 好这样子的殴打 只有这两名少年呢 其中姓沈的这个 今天是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出面道歉 那么妈妈也讲得很伤心 她说都是我不好 我敢管教无方 才会教出这种逆子 她说她自己看到影片之后 也骂儿子 真是畜生是禽兽 那么她说会亲自的 跟游民来下跪道歉 这沈同学出身单亲家庭 妈妈平常很忙 疏于管教 说才会这样子走入歧途 入学才一年哦 就被记了十一只大过 而另外一个呢 还躲着的 她姓林 家住在基隆的一个铁皮屋 家境并不富裕 那么她的学长是出面爆料 说这个人交友也很不正常 那你干嘛殴打鸡友呢 跟你有无冤无仇 她说可能是想出名吧 我当下只有骂她是个禽兽 是个畜生 对不起 是我 是我的错 我生出这种逆子 对不起 鞠躬 再鞠躬 她就是殴打皆有的高中生母亲 陪着小孩出面道歉 她说儿子会出现这种脱续行为 都是自己管教无方 对不起 都是我们的错 是我没有管好孩子 但是我看到伯伯 我们母子会亲自跪下来道歉 然后也请求伯伯的原谅 妈妈代替儿子道歉 对不起 讲了十几次 实际追查身份 深信高中生就读开明高职气修科 才刚入学就被记11只大过 就学有不良记录 担心家庭 妈妈平常开自主餐店 非常忙碌 大楼管理员得知 沈同学无情殴打皆有 实在不相信 人蛮有女骂的啊 看他都会跟人家打招呼啊 会有这种脱细的行为 头发染成各种鲜艳颜色 还给自己取绰号 是圣诞树 樱木花道和蓝色小精灵 爱在头发搞怪 他就是另一名殴打游民的少年 姓林就读开明高职 实际追踪他家住在基隆 山坡铁皮屋 知道自己身份 在脸书上道歉灭火 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他的国中学长爆料 林同学会打游民 不是好玩 而是另有目的 可能是他想红 所以才去打游民吧 想出民 他加油都很不正常啊 就小屁孩吧 抽烟喝酒之类的 狂欧游民的两名高中生 只有一人出面 一人还在躲 大街打人 只在脸书道歉 说是真心 谁会相信 参与核议员 孟国华潘兆文 台北综合报道 好被讲小屁孩的 还有这个 但其实也22岁了 在新北市的盛姓男子 那么去年底年记得啊 藏有毒品 被警方逮到的时候 不断跟警方要求 说我要打电话给妈妈啦 所以这个人呢 大家就封他为毒虫妈宝 没想到他恶性不改 昨天凌晨又被查到 车上藏有毒品 结果他反而是倒车要逃 不过由于他的车牌 早就被警方给记下来了 因此呢 警方短短一天呢 就把他给前后包插 让他操赤也难飞 两部警用巡逻车 前后夹击 这辆白色轿车 驾驶迟迟没有动静 一直到远景上前 敲了敲车窗 才不甘情愿下了车 原来他就是去年底 持有开他命 被警方拦查到的 毒虫妈宝 在20号的凌晨 在我们本辖 新北大道七段附近 发现一部可疑的 这个自小客车 拒绝那个盘查 逃逸 这名射近男子夸张行径 早已传片新张 警方而礼 全是因为去年底 持有毒品被逮实 他不断大吼大叫 找妈妈 乖妈妈 不要拉我啦 我跟你讲 不要拉我 你几岁了啦 这个月五号更夸张 又被警方拦检 是竟然冲撞远警 驾车逃逸 隔天才在妈妈的规劝下 到警局投案 妈妈是晚门的吗 学不到教训的他 早已成了警方 关注的问题人物 就连车牌号码也被记下 短短一个月内 他就上了四次新闻版面 已在犯错 等人帮忙擦屁股 叫他独虫妈宝 还真是当之无愧 三连续游博志 张哲豪新北市报道 好 逮这个妈宝很容易 但是逮陈福祥呢 哇 现在到底卡在哪里呢 犯下台北市西门丁 峨眉停车场 枪击命案的陈福祥 那么主要因为 他在去年假释之后 他拔掉欠了一屁股的债 最后只好铤而走险 放出手头上 有批K他命 要便宜卖这样的风声 那么听到假消息 上钩的台中角头陈威宇 才会派出小弟来面交取货 最后闹出两条人命 那么现在警方呢 只能够查到的是说 陈福祥应该是还没有办法 能够逃出国 不过到底人在哪里呢 现在还在全力的追击当中 而另外来看这个景象 陈西人欧台中的BRT 哇 发生车祸 你看整个车弄得变成这样 好 这是一位休旅车驾驶 昨天晚上呢 在台中火车站前面 他越过分隔岛 撞上了BRT 你看到这个BRT的女驾驶 当场是被撞昏咯 好 就在他昏倒的前一刻 他还是这样子使尽全身的力气 踩刹车 然后呢 拉手刹车 再握住方向盘 最后才昏厥过去 哇 他真是救了车上的乘客 哇 是这样子被撞撞 真的是蛮惊险的 不过台中市BRT的问题 实在很多 那么市长林佳龙上任的第一天 您记得他去视察行控中心发现 那行控中心就这样而已哦 他整个动怒了 痛批BRT根本是场大片局 他马上成立了体检小组 好了 现在事隔一个多月 新的执政团队决定 说可能要把BRT变成公车专用道 但是新的执政团队却发现 怎么在交通局里头的员工 大家是非常抵抗的哦 他们成立粉丝团 在网络大谈BRT的好话 到底怎么回事 一直抗拒 带你来看 上个月台中市长林佳龙 视察BRT行控中心动怒 要整顿BRT成立了体检小组 经过一个多月 现在有了重大的初步决定 解决民怨的赛车问题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选前最自豪的BRT政绩 即将变成了与公车专用的车道 但是新职外传 有力挺胡志强的员工 在脸书成立粉丝团 大讲BRT好话 让交通局长很火大 但是他低调否认 外面讨论BRT的脸书 十几个 我们都有关心 交通局长不愿证实 因为林佳龙为了让市民有感 最先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 拿BRT开了第一刀 更要让全民一起参与 然后这个又人很多 所以跟公司合在一起 就可以都可以做 听取民众意见后 不管是不是有市府员工 想要阻挡新政策的推动 交通局长说 民意最大会持续推动交通改革 315江峻阳 林凯全 台中报道 而在城市里头呢 高雄气暴事件真的让大家觉得 这样的白色烟雾的会很害怕 只是民众通报 在台北万华今天所出现 水沟盖不停地冒出白烟 好 大家就用手机拍下来 还有两名男子呢 疑似拿着灭火器 一直在灭火担心会不会发生气暴 我们赶快寻线去追查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台北万华一带的马路 21号上午10点多 水沟盖竟冒出阵阵白烟 吓坏附近住户 连停在路边讲电话的机车骑士 也怕吸到气体 急忙低下头闪避 拐个弯又看到两名男子 拿着灭火器 疑似在灭火 种种景象 让人联想到这一幕 去年高雄发生气暴 灾区的水沟盖 也不时冒出白烟 附近居民彻验难眠 难道又是管线破裂 造成气体外漏 实际重回现场 可以看到呢 原本的这个水沟盖 已经没有在冒烟了 状况排除 但到底当时是发生什么事 今天初二 看有没有人在烧精子 附近民众表示 没闻到怪气味 倒是初二 有不少人在烧精子 怀疑可能因此造成浓烟 在这次消防演戏 灭火器出来就有白烟嘛 那个灭火器里面 喷出来的那个东西 徐建找到当事者 原来是进行消防演练 门口的水沟盖 还留下白色的干粉痕迹 只是把灭火器 往水沟盖喷 难道不用通报 消防单位吗 在台北市人口密集 其实实际操作上 是有一些疑意 那我们不会驾导民动这样子 因为就是用口诀 来驾导他 灭火器属于私人财产 私家机关若想测试 的确不用通报 但应该要找空旷地区 进行测试 像这样朝着水沟盖喷 不但会造成污染 更会引起不必要恐慌 造成虚惊异常 三天新闻 赖星君了解于台北报道 好 说到有危急危难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消防弟兄 那么在桃园新屋所发生的 这一起一下子夺走 六位消防弟兄生命的火警 桃园地检署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他们临时决定 为了要调查这起事件 殉职的六位消防员 确切的死因 今天晚上就会在桃园兵野馆 来解剖六名消防员的遗体 那么检方是说 六位消防员被恶火烧死而殉职 那么遗体几乎整个都是消失 那到底你是先被爆燃 震波给震倒而活活烧死 或者你是在火场中先被呛死 然后才被火灼烧的呢 那么其中攸关目前的这个指挥 是不是有疏失有责任的问题 所以才要进行解剖来厘清责任 我们就来看呢 大家在问的就是这位分队长 是不是有责任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这个铁皮屋里头的两个人呢 其实已经被救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下令 叫他们这些弟兄们再往里头去 然后要去查这个起火源 甚至传出说里头可能还有人呢 后来证实就没有人呢 然后铁皮屋的这个老板也在那边讲说 他就没人啊 别救啊 好 那可是呢 我们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通联 他们的这个这个通联记录呢 可以看到分队长一直在呼叫 新屋 领衣呼叫 呼叫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 沿着水线撤出 好 今天呢 针对他们的这个通联的记录 是发现说 是有沿着有水的这个水线撤出来的 真是如此吗 我们看到这里头四分钟 他讲了八次的撤 那为什么后来是没有办法撤出来 还是发生什么事呢 带你来看 那当下的话 这个因为我觉得市令紧急 所以我已经 无线电持续喊了将近两三分钟 那现场同仁也都收到 整理好情绪 火灾后首次面对镜头 他是保龄球馆六死火警 第一时间指挥官 面对质疑声浪 火这么大 为何要硬闯 一句话 这就是打火弟兄的天职 我们接后这个报案 就是有人员受困的情形 但是我们的任务 在我们火场抢救部分 还是要做于人命的收救 以及那个现场的抢救作为 基层打火弟兄质疑 当时无线电喊撤退 水线被停水 消防人员摸着扁掉的水袋撤退 跟媒体民众说都是意外 消防单位公布当天 无线电对话记录 从凌晨2点51分到2点55分 短短4分钟时间 连喊了8次撤退 2点55分 最后一次喊撤退 2点57分 听到无线电喊救命 凌晨3点屋顶塌陷 6名消防队员命丧火场 时间续来看 撤退不及 酿成悲剧 资深消防员跳出来抱不平 毕竟打火工作 水里来火里去 大火无情 要面对的状况瞬息万变 这样的悲剧 没有人希望再次发生 三立新闻张玉姐 刘炳家王运竹 桃园报道 好 分队长的意思呢 是说在那个时候 他们有喊8次的撤退 好 那为什么撤退不出来呢 我们今天独家专访到当时同样 那么也是听到撤退 但是是活着走出来的 好 跟着6名死者 一起在火场内的 生还的消防员 他说撤退的时候走丢了 他沿着这个水线撤退的时候呢 他有想起来说 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转弯处的地方 绊倒了 然后撤退的时候 又在这个地方绊倒了 所以呢 他的印象很深刻 就沿着这样的记忆走出去 但是他一离开火场 后方整个就爆燃了 然后他的同袍 遗体就这样 一个一个被抬出来了 他说他实在是 非常的悲痛 想起能从这个地方活着走出来 生还消防员心有余悸 人生巨大冲击 脑海中的记忆只剩片段 当时他背的消防设备 黄色头盔熏到焦黑 手套更是沾满灰烬 只有钢瓶还完整 但痛失同袍的心 要多久才能回复平静 他能活着走出火场 全因为意外绊倒救了他一命 因为我是刚好进去 有一个地方谁带我转弯 然后在转弯处的时候 我被绊倒了 我们要撤队的时候出来 就是刚好我也在同一个地方 脚被卡住 学长他们 我就跟他们走丢了 所以我就接这个地方 我好像在这个地方转弯 所以我就沿着这个地方转回去 然后摸着墙壁走出去 疑似就是这个转弯处 绊倒的地方让他重生 地上还有氧气瓶 烧焦的保龄球 撤退的时候 在几乎一个剑步距离 看不到的漆黑火场中 大伙走散了 却也因为走散活了下来 当我走到 走完楼梯 就下完楼梯之后 后面就突然 山爆烂 没有我在外面帮帮他 因为就是 看到就是尽量帮忙 不知道谁是谁 就是尽量 就要帮忙到 差点就成了第七位罹难者 生还的他 至今不敢跟父母提起这件事 就怕双亲担心 对打火弟兄来说 因为救人而伟大 自己的生命 早已奉献在工作中 三立新闻张玉杰 桃园报道 好 这是我们宝贵的 打火弟兄们的生命 就这样子殉职了 整起事件 是不是违剑杀人 尤其长年以来 这些官员太冷感 才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 我们要带大家一一来查了 好 那么拥有这家保龄球馆 跟游泳池的是这一对 这个堂兄弟 他们都是有一销 跟前一销的身份 好 那到底 这个违剑是存在了多久呢 首先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土地分区使用 他们已经是违法了 而且他们也没有建造 然后也没有营业执照 所以他们是三维的大维建 好 担任一销的屋主兄弟 十四年前接手以来呢 等于说保龄球馆是无照 营业就长达了十四年 然后他们一楼不是游泳池吗 本来申请的是什么 是住宅自用的游泳池 住宅自用的小小娘娘 后来怎么会整个变成是 商业用的游泳池 那为什么这样子 也能够就地合法呢 这个官员是不是 无感于这种事情的发生 然后呢 99年的工商局 就是现在的清发局 又合法游泳池的营业执照 然后你到这里来的时候 上头二楼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保龄球馆了 难道你是看不见的吗 这些官员 这些公务员 难道都无感吗 你就任凭这样的问题 持续地发生 然后还有什么 你看他已经无照营业十四年了 这过程当中 还是呢 在进行安检 六年十七次 结果只罚一次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 这个营销的身份 是比较能够打通关节吗 大家也不晓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去年七月 甚至是安检过关的 好 这里头到底有多少的黑幕呢 带你来看 图定违规使用 没建造 无照营业 黑色地带游走二十年 追踪火警害命的新屋保龄球馆 一查不得了 原来一楼游泳池也有问题 营业登记资料显示 新亚洲游泳池 也就是火警铁皮屋的一楼 负责人刘德天 竟是在五年前 民国九十九年才核准设立 也就是说 之前已经违规营业 长达十五年 往前追 疑似在盖的时候 旧游鬼 八十三年 桃源县公务局核发建造 深盖的是私人泳池 怎会盖成营业泳池 在追当年盖章核准的 公务局长刘志钦 之后担任过县府秘书长 现在已经是航空城董事长 一路升官 刘志钦强调根据当年法令 只负责盖印章 但二十年前行政程序 是否有问题要查 尤其铁皮屋中间还转手过 虽然住宅跟农业用地 盖泳池保龄球馆都不符地幕 但1994年底以前的寄存 违建一般都列入缓拆 2001年担任一销的刘德天 接手后二楼交给弟弟管理 就算泳池五年前合法营业 二楼违建的保龄球馆 却是无照营业长达十四年 怎会都没被盯上 敏感就敏感在 刘德天十几年来 都在新屋消防分队当一销 跟消防队有并肩作战情谊 被质疑长期以来 安检有放水疑虑 被负疑不是没道理 违建光是这六年来 违规高达十七次 被开出八张罚单 却只罚款一次 是否因为屋主兄弟一销 这层关系包庇自己人 为什么一个营业 使用的大型违建 这个不能盖 盖起来了 不能营业 都要营业了 那公务员却没有作为 桃源市长郑文灿 痛批公务员不作为 恐怕也就是各单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官僚辛亥 酿成违建夺命悲剧 主流消防局是否安检 包庇公务局是否在发 建造时放水加上当年工商局 也就是现在的金发局 发给游泳池营业执照 却没有将保龄球馆列馆 各种环节是否有疏失 也没有做好 横向通报 是否有关系就没关系 违建夺命责任 郑文灿下令 十天内要查个水落石出 三菱新闻张玉杰 王运竹 李仙琦 SNG小组 桃源采访报道 再讲一次 这个就是公务员该作为 而不作为 所以桃源市长 郑文灿说 下令十天内彻查 好 一切一定要查个清楚 否则我们的打火弟兄 就是这样平白 无故的牺牲 那么今天呢 包括马英九总统 他也到这个 灵堂这边呢 来吊咽 来致意 那么面对这些 悲伤们的家属 我实在是场面 非常的爱奇 看到总统马英九 前来灵堂致哀 家属悲痛的情绪 再也忍不住 有好多的心酸 想要倾诉 马英九紧紧握住 家属的双手 希望能让他们 得到支撑的力量 坐在灵堂前 看着昔日甜蜜合照 过往回忆 再度涌现心头 让谢君杰女友的眼泪 像是止不住的水龙头 不断滑落 三年多前在朋友介绍下 谢君杰认识了 担任护士的曾姓女友 小两口原本预计 明年要一起步入礼堂 只是20后凌晨的 这场活景 却硬是将两人拆散 我小心啊 可能没有犯法 谢君杰训职后 女友梦见了她 穿着整齐消防衣 坐在担架边微笑 希望她安心的走 除了自己会试着放下 也将永远爱着她 自理行间的思念 令人鼻酸 三例新闻 总和报道 而瞬间 中华民国 一销总会 总顾问的 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 今天也到桃园 向六位 离难的消防人员致议 而且以个人名义 捐赠新台币六百万 来慰问离难家属 各一百万元的抚慰金 不过今天 另外一个重点 要来看她跟柯文哲之间的 好 她下了最后通牒 给市长下四十八小时 时间已经高 今天才是八点的高 已经到齐了 然后呢 柯P就是柯P 她话也讲得 非常的直白 好 我又没有收你钱 我也没欠你钱 我干嘛 让你下最后通牒呢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反倒是 郭台铭比较低调了 不前两天呢 为了这个三创园区的 开发案所杠上的 这一起事件呢 要柯P 四十八小时之内 上网公告 所有的资料 否则就停工 那么时间 一到呢 郭董完全不对外发言 鸿海集团是强调 他们依法行事 再倒是呢 这个柯市长 再呛 再呛一字 说你裁判 不可以威胁市政府 专程到桃园林堂 向英勇的 打火弟兄致意 鸿海董市长 郭台铭身兼 中华民国 一销总会总顾问 以个人捐赠 新台币六百万元 慰问桃园大火 六位不幸殉职的 消防人员及家属 我们想来 捐一些设备 来先解决这个 今天就是亡羊谷 但是没 因为最喜欢 将来的弟兄 刻意不通知媒体 郭台铭还是躲不过记者 穷追猛打 毕竟两天前才登报 料狠话 限时柯市府48小时内 上网公布 三创园区资料 但最后通牒 时间到 柯市长 甩都不甩 大老板 其实老实讲 他那个还排不上 high priority 就是不是那个 优先顺序最高的 我还是那句话 财团不可以威胁政府 国家不可以被财团 不可以被财团控制 管你有钱没钱 柯市长展现气魄 没把郭董旗宪 放在眼里 但就事论事 三创园区 有没有人谋不脏 还是要廉政委员会 查到底 这好像租金比较便宜 我再回去查查看 我从头到尾 就讲这句话 然后他需要花600万 去刊登办版的广告 我还是对这件事情 非常不满意 所以所有这些问题 就交给下礼拜 要成立的廉政委员会 去处理就可以了 郭台铭刚上柯市府 限时两天 时间到 却一个巴掌拍不响 崇霸商场的董市长 也只能摸摸鼻子 先做公益 静待调查 再排队到北市府 挑时间摊牌 三立新闻总统报道 好 这个郭董所下的 48小时最后通点呢 完全不被甩 他也只能摸摸鼻子 今天多关心公益了 不过就在这样的时刻 没想到又有业者爆料 说这个三创园区 后方大楼 这个地下室是什么 说是三创数位影音 制作中心的办公室 疑似他是没有严业登记的 然后他的儿子 就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 还常常来到这里开会 真的吗 今天下午呢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就在现场大突击 结果这个三创数位影音 立刻把铁门就拉下来了 带你自己 猛敲门就是没人回应 这间地下室是鸿海三创数位影音中心 不仅三创负责人郭守正经常到着开会 甚至招人投诉检举违法使用 贴上郭台铭广告 反奉鸿海集团 应该出来讲清楚 因为民众向议员检举 这间公司没有营业登记 消防安检恐怕都是问题 如果它是属于三创数位股份 有限公司的部分的办公或营业场所 是没有违反公司法的规定 那有做检举申报的复查 那复查结果是符合规定 陛下是可以做这个使用 那能不能做这个使用 有没有使用制造需要 监管处来做回答 如果真的没问题 为何拉下铁门拒绝追查 更吊诡的是找来见管处 官员不是一再拖延 就是声称带错途 据了解这间三创数位影音部 主要负责未来一整栋三创园区 五楼的影音事业部 以及十二楼的展演 除了产品销售 还有影音制作 甚至展演平台全都包 背后还有鸿海集团当靠山 其他规模较小的业者很吃味 2013年1月初 三创董事长郭首正亲自出席上梁仪式 不料现在风波不断 连藏在背后的小地下室 都被抓出来 瘫在阳光下 三创园区呈光 陈瑞 台北参望导 好 鸿海的连续句号继续写播 今天晚上好戏登场的要看 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被台北市长柯文哲 晚上八点半叫到市政府 来说明来谈判 好 两个人会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呢 这个柯文哲号称非常的聪明嘛 所以呢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他就把这个监察院呢 对整个大巨蛋所提出的纠正 有39项为师呢 洋洋洒洒呢 就要列出来 然后一一的来问一下这位董事长 说 你这样这是怎么办呢 好 他还提到说呢 如果都有39项为师 而前市府呢都不处理 哇 那这样公务员也有违法的疑虑哦 不止如此 来 再问一下赵董事长 你12月28号应该完工的 你跳票 那你怎么解释呢 还有呢 你两度言当哦 为什么这个法子会越来越轻 到底合约上有什么争议 哎 这一切的都给他补证 好 柯文哲呢 他就是这样子 反正呢 一切依法就法 然后呢 这个这个就事论事 就把他给讲清楚 晚上两个人要上谈判桌 那么柯文哲呢 还会请副市长邓家基 市政顾问洪志坤来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应战 今天晚上八点半 就把赵董事长叫来市政府 直接谈了 用教的要把赵董叫到市府来单挑 柯文哲口气之狠 预告赵柯会开战 剑拔奴章 大罪弹蜘蛛烫手山芋 39项为师 成了柯市府最大筹码 有信心把财团逼上谈判桌 监察院 这是39项纠正案 你知道我后来查过 台北市政府完全没有处理 那 即使监察院的纠正案 那台北市政府不处理 坦白讲 这才是 今天首先要 我们这个新接任的政府要处理 柯赵会先就账 双双态度强硬备战 柯市府除了柯文哲亲自作证外 派出副市长邓家基 法务局长 还有市府顾问洪志坤 张艺善 远修董座赵腾雄 也将率领财务法务营造等一级主管 针对2009年监察院 对大巨蛋提出的39项纠正案 以及合约中的罚款问题 一项一项盘点讲清楚 远修怒杠北市府成为五大开发案中第一枪 前朝留下的争议 柯文哲上任一个月内打掉重练 对财团挥手术刀一点都不手软 3D新闻林文傅雅晴台北报道 没错 一点都不手软 而且你要上谈判桌 是不是一切都要准备ready 准备好了呢 我们来看柯文哲 他今天抢在晚上8点半 要跟远雄见面之前 他就有一个新的动作了 直接给你公布什么 就是整个大巨蛋地下道的工程替代方案规划构想图 好 先给你公布出来 直接就把本来160米的设计给删除掉 然后出口也不会经过活副经验馆 这个树也就不用砍了 然后留下就是这个宽度 20公尺的地下连通道 而且不会有商业设施在这里 然后就说整个经费 就会从3.5亿给你对抗一半哦 很精致的 带你来看 直接这边开一个20公尺的一个口 然后直接就上来 抢在和远雄见面前 捷运局公布最具争议的大巨蛋连通道 柯文哲先生夺人 直接删除160公尺设计 一般大巨蛋的地下通道 将会穿越中校东路四段这边 出口确定是不会进入国府纪念馆 而它的宽度也会大幅缩减 差别在哪 原先远雄版本宽度有80公尺 扣掉办公室机房厕所 剩下66公尺 但用来疏散的通道仅仅26公尺 40公尺要坐商店街 但现在柯文哲通通不要 只留下20公尺通道 强调新建经费可从3.5亿缩减一大半 15分钟可疏散超过7000人 我们现在的这样设计的能量7108个人 我12分12.17分钟我就可以疏散了 是这样子 所以不怕说会塞车会出意外 把棘手地下连通道解决后 远雄39项缺失 柯文哲要一一补证 原本2014年就要完工的大巨蛋 可以看到现场还有工人在家井赶工 希望能够赶上世大运 但合约争议还没完 违约金从10万降到5万要删 扣罚上线最多300万 不合理罚太少也要删 另外市府也要重新拿回监督权利 感谢各位工作成员 原本远雄做到这 如果不盖了任意终止合约 包括主体商业设施 从无床移转给市府 到件价移转 也让柯文哲超在意 39项不平等条约 柯文哲透过跟远雄会面 一项项讨回来 3D新闻穷运游凯如台北采访报道 好 一项项讨回来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 赵腾雄跟柯文哲就要见面了 结果现在又传出说 当初在大巨蛋变更协力厂商的时候 赵腾雄请了真审委员吃两次饭 那么其中说有一位真审委员 说是这位陈景寺呢 他的账户当中就多了 不明款项290万 好 这谁说的呢 台北市议员李庆峰所提报的 他说 好 虽然这个事情呢 之前已经经过投诉 然后检察官认定是 没有办法来证明说 他的290万就是不法所得 但是呢 市议员还是要质疑 他说 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呢 说这些原本都反对远雄的 后来通通变成支持远雄 古色古香的装潢 看起来气派大方 隐身在台北市中正区的这间餐厅 卖的是高档中国菜 郑上名流聚餐秘会最爱来 远雄也曾在大巨蛋变更案的关键时刻 请来了甄选委员 曹寿明 陈景次 吴光婷三人来参序 台北市政府大巨蛋的甄审委员 可以跟被甄审的对象的董事长参序两次吗 原本甄审委员在2005年以7比9反对变更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 赵藤雄分别促成两次犯局 2006年4月陈景次的账户就被发现 多出不明款项290万 两个月后 甄审委员同意远雄变更 跟赵藤雄参序 如果是现在的柯文哲市长 他不是政府吗 可以允许吗 所以这个部分也显示大巨蛋的过程 为什么关关难过 关关过 显然有很强力的高官护航 或者是有贵人相助 虽然检调并没有认定 290万是不乏所得 但时间点未免太巧 加上陈景次曾在2006年 被控收贿护航建商 官司还在进行中 南检署减住黑金的杜虫专案 陈景次也涉嫌其中 如今随着台北市BOT案争议 又被掀出来放大检视 三新闻 陈娇好 白乔音 台北怎么到 今天另外一个备受瞩目的场合 就是国民党的中常会 因为这是朱立伦 当党主席之后 第一次主持中常会 然后大家就会看 是不是可以把王金平 给赢回来了呢 毕竟王金平过去 被马英九一路的追杀 好 那么党内 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常会 都已经连数 就是要把王金平 要撤枪他党籍这个案子 就不要了 你不要再上诉了嘛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朱立伦 他做出了一个才势 主要呢 就是让这个考计会呢 依照程序把这个案子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呢 应该是会处理的 把王金平赢回来 而且呢 还要给他第一副主席的位子哦 两个人是要结盟的 不过 大家在看 朱立伦总要看一下嘛 你这个刚上任 你对党产到底怎么说呢 他今天说 党产的问题 他要请王如璇律师 还有廖正经委员要邀请所有的公正专业人士 紧速的来处理 真的会做吗 带你来看 背负着党产的朱立伦 事实上举步维艰 等待朱立伦第一场国民党中常会 民进团体场外开演行动 拒要朱主席大刀阔斧处理党产 朱立伦听见了 新上任第一步 准备好先脱掉万恶魔戒 包括党产智库组织改造 朱立伦要一次整顿 不过国民党员最关心 王金平党籍案诉讼 原本预料朱立伦会快刀斩乱麻 结果为了兼顾程序正义 最快要等到下个礼拜 内部才是尽快的完成 我们内部相关组织的修订 当然重点就是考纪会成立 有民意基础的这一块 那么这块修订之后 我们就尽快出 应该本着家和万事兴 这也是他所讲的一个原则之下 尽快把对王院长的上述案 百合决心表情始终淡定 保持微笑 国民党未来朱王熙手 从首场中场会已经看得见缩影 三立新闻林文副亚晴 SNG小组台北报道 接下来朱立伦就会把王金平给迎回来 大家要看的就是这位王者的复仇咯 那么现在呢 在国民党内盛传就是王金平 那么会跟朱立伦来结盟 朱立伦当党主席 就来拱王金平酸总统2016年 而且说呢 是在过年前后就会对外来宣布哦 来看我们的独角报道 我讲说还是尊重嘛 尊重他们所处理的结果嘛 那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嘛 一样这句老话 但王金平头上的乌云 早就随着马主席下台散开了 当机诉讼案有望撤销 现在还传出他会在农历年前后宣布选总统 朱立伦主席也当过立法委员 在立法委员期间也跟王金平 有一段时间的交情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两个如果能够搭档起来的话 那当然是A咖里面的A咖 王金平的高度往往让蓝的称赞 绿的福气几乎没有敌人 马王斗之后随着对手 马总统的势力慢慢消气 王金平脚步沉稳让他占上风 就连国民党改朝换代 党秘书长李四川也跟他交好 而且副秘书长卢秀燕黄昭顺 都是来自王金平的立院系统 平凡党籍案最重要的考纪会 也由高雄挺王派立委黄昭顺来兼任 王院长也是很得众望嘛 也是蛮比较那个本土派的一些人都会支持他嘛 所以其实也不错啦 朱立伦与其选总统更关心谁出来选 但其实由谁出来选再再牵动自己的政治生命 如果和党内声望高的王金平结盟 就算2016输掉牺牲打 卡位2020也是名正言顺 像王金平院长这样愿意出来跳这个重当 他当然是很高兴而且乐观其成嘛 因为如果到时候党内没有人愿意出来选这一局 认为说那可能是很难选或是躺温水的话 那最后的重则大胆会落在朱立伦主席的身上啊 传言甚嚣尘尘上 王金平究竟会不会展开一场 王者复仇 农历年后见证章 三新闻 陈家好 白乔英台北传播到 这是王者复仇记 而马者呢 我们的马总统怎么会突然之间差点休克呢 这个时间点是在去年的11月15号 他又去参加路跑了 结果要冲刺哦 抵达终点的时候 突然身体极度极度的不舒服 注意看圈圈起来的 当时呢 他几乎没有办法站立 然后表情非常的痛苦 那么周刊呢 就爆料说 我这个总统当时是差点休克 还使用氧气罩 才让身体舒缓的 甚至总统医疗小组还建议说 马英九终身不得跑步 这是去年11月15号 马总统参加慈善路跑 意外被外籍人士 Patrick Johnson 拿自拍棒捕捉的画面 跑步时看不出异状 不过就在抵达终点后 却差点扑街摔倒 慢动作看一次 马总统整个人往前倾倒 几乎就要趴在地上 索性一旁随护眼尖 立即上前搀扶 架住险些摔倒的马总统 但就算被大批随护围住 还是看得出气喘吁吁 呼吸急促 周刊还报道 当天一行人往前走了十几步 人不见恢复正常 回到关底后 医疗小组拿出氧气罩 协助呼吸 才让情况好转 最后建议 马终身不能再跑步 就希望他保重身体 快走膝盖 比较能够受到保护 究竟上了年纪 这个膝盖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 总统爱跑步 现在却惊传路跑险休克 下坏不少人 据了解当天总统 是参加五公里路跑 从爱国西路 金公园路 再绕中正纪念堂一圈 算是小事身手 不过却因为热身不足 导致腿软 马总统当天起跑前 暖身不足 运动时造成腰部和腿部不适 但绝无所谓休克 跌倒等情况 总统至今仍保持 每日晨跑之习惯 辅方否认被医师 下了进跑令 还说当天稍作休息 就照基地行程 去了宜兰 澎湖台北帮忙扶选 过去拥交嘛 现在成了软交嘛 看来就算是总统 年纪到了 也不得不服劳 三地选事赵周春豪 台北报道 好 看来马云九的时代 真的过去了 现在国民党呢 也换朱立伦当家做主了 结果今天蔡晓英 立刻有动作 因为他们也有中常会 他的第一招呢 就请来了 对国民党党产 已经研究20年的 前监察委员 黄黄雄 来进行报告 带你来听 应该进行 党产到底多少 好像没有人讲清楚 好像任何人讲 大家也不相信 国民党的不透明 党产不透明 所以就跟别人关系 也不只是这样报告哦 然后又结合立法院 来修改政党法 来开辟战场 最后呢 还会跟公民团体合作 要逼国民党 把党产给吐出来 那么英伦过招的 第一回合 就是从这个党产大战 开始节目 而另外就是前台中市长 胡志强 前天晚上在脸书上发文说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终于有在18号晚上打电话 邀请他来担任国民党的 专任副主席的职务 可是呢 胡志强不是已经去接受了 望中媒体集团的邀请 去担任专职的工作 就没有办法担任两个职务了 婉拒朱立伦的邀请 不过呢 18号白天 两个人明明就已经同台见面 朱立伦却没有当面妖 那反倒呢 人家胡志强已经公布了 自己有心工作了 才这样子要打电话 诶 大家说 诚意似乎是有点不够 而另外来看 这个可惊悚了 这个柯P的幕僚核心里头 有人吸毒吗 里头真的这个柯P的团队 有毒虫吗 今天柯文哲的核心幕僚 是被人家爆料说 这个人呢 他吸食大麻跟一级毒品 而且呢 他会到蔡信友人的办公室 在那边猛抠要头来 说每一次都这样子 而且这个幕僚 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他突然整个大舌头 然后呢 讲话没有逻辑 然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表情又很呆滞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个幕僚到底是谁呢 哇 这个柯文哲听到一马 他说 我刚刚才听说这件事情 但该抓就抓 该关就关 带你来看 我是刚刚幕僚 把我拉到旁边说 媒体要问这个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事情 非得把柯文哲 拉到一旁 摇耳朵 媒体报导就是说 好像这个政府团队里面 有核心的成员 好像有吸毒的情况 我想是这样 不要听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该怎么办 该怎么处理 我们都怎么处理 第一时间要大家 别以而传而 柯文哲团队爆出 有人吸毒 而且还是 康哲的重要核心幕僚 根据了解 这位幕僚之前受邀演讲 不仅上台表情呆滞 讲话大舌头 词不达意 荒腔走板的表现 让主办单位大感意外 因此才传出 这位幕僚 有吸食大麻 跟一级毒品的习惯 该开除就开除 该抓的抓 该关的关 是这样 柯文哲带定回应 但之前曾经宣誓 当医师的最痛恨的 就是毒品 遭当八大行业 就从茶毒开始 如今团队卷入风波 蒙上黑影 没人对号入座 这个态度很清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应该大家的想法 都是一样的 整顿社会治安第一步 从彻查毒品开始 但柯文哲恐怕万万没想到 如今要先查的 竟然会是自己人 三菱文理智道理匹 台北报道 好 一切公事公办 而且呢 现在柯P上任之后呢 这个所谓小蜜蜂 嗡嗡嗡嗡 一直勤做工 他呢 还有一个新的 这个执政的方式呢 就是要知道 这个人民在想什么 他呢 就要跟每一个里长 要有这个 这样的面对面的谈话 那么今天呢 邀请的是 市邻区里长 来市政府开会 而且慎重其事的 选在平日 开市政会议的 这样的一个大场地 然后就是面对面的 来听意见 而且他是一改 过去郝龙斌 一个月才一次的 驱离发展 座谈会的模式 现在呢 人家一周就近一周 所以呢 你看 总共呢 一次十个人 分43个厂次来举办 所以他一年 就可以把456个里长呢 通通见过 也通通了解 那这样子比较起来 过去这两任市长 好像比较大担担 有人这样批评 那说 柯P呢 总是新人有新政 可以来理解 这个基层大家的想法 那么今天第一场 蛮有趣的就是 好 当这个承办人员 跟里长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柯P也很不耐心的说 你去旁边说话 悄悄的 跟我说结论就好了 待会来看 单刀直入直接开会 柯文哲邀请里长进市府座谈 第一波选定市林区十人 要讨论设置岛开发 跟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 因为原定计划会拖很久 恐怕会拖到20年了 所以这个没有说哪一个 没有一个说一百分的 但是哪一个比较好 这东西就是大家做出选择 开会讲求效率 柯文哲也一改建里长模式 把台北市456位里长 分成43场举办 一次约10人 一周一次 要在一年内建完 这跟郝龙斌任内 一个月一次的 驱离发展座谈会模式 还有马总统 分两到三T见面的方式 有很大不同 限速会面人数 目的让每个人 都有发言机会 以前很隆同 没有讲完就停止 去吃饭了 这一次他每个都解答 今天是人比较少 而且就说问话上 会比较直接 就是在对答上 这个方面 应该是效率上 是可以提高 里长明显感受出 效果不同 头一次领教科士风格 爆料其实会议上 有不少里长 跟承办单位意见不同 柯文哲就会叫两人 先去旁边瞧答案 因为会议上 只要说结论就好 有先到旁边 那个叫那个处长 跟他沟通 你讲太多 他也不耐完 他只要听结论 一场会议 四到五组人 都被叫去旁边站 讲究效率 不拖泥带水 首次跟里长 近距离沟通 柯文哲独特开会的方式 就让里长留下 深刻印象 三线石杀周深好 台北报道 好 带您看台中BRT 又发生车祸了 来看画面 真的蛮恐怖 这位女驾驶正在开 开到一半的时候 五级大厦底下 越过安全岛 撞上他 你看他整个人 就这样昏厥了 可是他要继续开车 因为车上有很多乘客 怎么办呢 在昏倒的前一刻 使尽全身的力气 踩刹车 然后你看 他又拉手刹车 然后握住方向盘 最后才昏去 救了车上所有的乘客 带您至极 BRT才要出站 就被休旅车一头撞上 巨大撞击BRT女驾驶 当场被撞棍 昏厥前一刻 她先双手扶住自己的头 使劲最后力气 急踩刹车 拉手刹车 稳住方向盘 左手还不停 试图控制车子 如果民众赶紧爬进车窗 帮忙稳住 女驾驶最后贪软昏倒 车上乘客也加入救援 大火七手八脚 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 修理车越过分隔岛 直接撞BRT 路人吓了一大跳急忙跳开 车子冒出阵阵浓烟 驾驶卡在车内 民众拍窗 查看肇事驾驶状况 自小客车 可能是不熟悉路况 他在台湾大道 往火车站的方向直行 那这个部分 有牵涉到逆向行驶 照是驾驶头部撕裂伤 BRT女驾驶当场昏倒 两人都送医治疗 BRT女驾驶昏倒前 还奋力稳住车子 让实名乘客都没有受伤 被撞的女驾驶当时 显然是有受到惊吓 但是她把车子停火之后 才昏倒过去 周二晚间八点半 休旅车驾驶在台中火车站前 开车直接跨过BRT车站前 公车站撞上BRT BRT台中车站 因为车祸暂停 进出40分钟 70年次BRT女驾驶 治疗后没有大碍 55年自修旅车驾驶 伤势较状还在医院治疗 酒色值为零 究竟为何冲撞BRT 将等伤势稳定后 再做笔录厘清 根据统计BRT上路以来 已经有33起事故 造成15人受伤 三新闻温千元台中报道 哇 看起来真的蛮恐怖的 而台中市的BRT的问题 实在很多 市长林佳龙上任 第一天视察行控中心的时候 就已经动怒了 说这根本BRT就是一个大骗局 马上成立体检小组 那么现在事隔一个月 他的新的执政团队决定 可能要把BRT变成公车专用道 而另外来看南投县政府 花4000万 这个请他们的公务员 台北一日游吗 怎么会这样子啊 这是有民众上县政府的官网 去查询102年度 民间团体补助明细表 就发现了说 哇 新政府部就给南投公务员协会 台北三一天要开4000万 好 我们算一下 总共有191个人去玩 那等于说一个人去游台北 一天要20万 这未免也太贵了吧 带你来看怎么回事 总统府市林官邸 故宫博物院 这些景点是中南部民众 来到台北必游的观光景点之一 但南投县公务人员协会成员 来到这些景点游玩 将花掉国库4000万 民众登陆县府官网 查询102年度 民间团体补助明细表 却发现补助给公务人员协会 竟然高达4000万元 协会里监视记录写下 台北一日游 参观总统府市林官邸 参加人数191人 会算下来一人一天行程 就要花掉国库20万元 而会议主席 就是南投光处长王元忠 强调是主记处人员高乌龙 如果现在年轻人判断 他对一般的逻辑 一般的常识判断有问题 那这些年轻人 他将来在社会上的 竞争能力会很弱 批评破误网友 逻辑判断有问题 光处长王元忠 同样也是南投公务人员协会会长 41岁考上公务员 与前县长李朝青 县任县长林明珍关系匪浅 不出款发给自家人 民众难以接受 南投县本来就很穷了 县市啊对不对 那你现在还要这个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正常的啊 因为他们常常 那么多钱 那么多乱活啊 政府现在目前的财政 都非常的困难 社团啊 如果有来损钱 你不给他们 协助一些活动经贵 他们会有怨言啊 群的这名雄县市 南投县榜上有名 根据行政院主记处公布的 103年各级政府公共债务统计表 南投县付在排名第五名 金额高达169亿 平均一名县名 就要替政府 背在三万两千八百六十元 深圳府财政吃紧 虽然公务员协会 隶属于民间团体 申请补助不是问题 只是以历史巡礼申请补助 难免让人多做联想 三十五五公里 就让传播张 南投采访不到 好来看 柯爸 柯妈真的要被追税了 这回要补税三万多块钱 主要呢 就是向父母亲 柯文哲向父母借一千万 买房子这件事 好了 那今天财政部长就讲说呢 好 是不是别人又在查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查别人呢 一周前因为查税风波 柯爸 柯妈五六本存折 统统翻出来 国税局展现最高效率 结果出炉 国税局认定 柯爸爸借给柯文哲 一千万买房 是事实 两年来 向柯文哲收了 二十五万元利息 因并入中所税利息所得 以税率百分之十二来算 柯爸需补缴三万一千两百元 没有 没有 没有收到 我们没收到 我就已经立了 我们的政府 大家比较公主 摸摸鼻子该补缴 就补缴 但柯妈妈吞不下去的是 儿子才当选 马上被查税 针对性十足 不断跳针不回答 财政部长张胜和 不愿让柯爸爸被查税 再成焦点 偏偏选前 柯文哲对手 连胜文也被多次检举 甚至开跑车 驻地宝 名下却没有任何房产 难道通通不用查 遗到大人物逃漏税 财政部证实检举连胜文逃税件数高达八九百件 马总统也有六件 补缴税的却只有柯爸爸立委炮轰 是对大人物刻意放水 你怎么知道没查 都在查只是不能透露 没有必要对某一个个人特别好 某一个个人特别不好 何况那个人又没有当选 这个人又当选 你怎么会这样质疑呢 这个没有道理的事 张胜和动怒反驳 强调查税没有政治力介入 只不过柯爸以补缴税签结 依法缴三万元事小 就怕逃税大户永远轻轻放下 暂地新闻赵浩宇 黄大夫黄教委以台报导 今天晚上寒流南下 气温开始降低 那么最冷落在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 北部中部低温下降八度 那么南部呢 11度东部也只有九度 而河欢山也下雪咯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